今天是2022年3月27号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13点41分 夜里边1点23分的时候我做了个梦 刚才我听了一遍 我好像还不记得到底是做了什么梦了 这种梦结一个沟里边很长的一根一根万千身 然后在日水里在感觉是在日水中的里边在烧 然后突然感觉那个那个地方没有地方可以下手开关怪的 觉得有名的正好这个是一些信 开关也没有的在这里边 好像在一个锅炉里边或者在热水里边好像有个棒棒要把它起出来 但是呢因为那个水烫了吧 因为水烫了你把它起出来的话 因为水烫了你关那个电源关掉 然后等它凉下来才能起 但是也找不到那个关电源的地方 你们听听这什么我刚才听明白了 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飞碟 一个飞碟在天上转 一个飞碟在天上转 下面就是发生空乱的地方 那个地方飞机一下子种下去 肯定很大的重量产生很大热量 而且基本上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大锅嘛 现在飞碟要起里边的一根棒棒把它起出来 起根棒棒出来 刚才我说是要起根管车 就是起根管车起根棒棒 起根棒棒把它起出来 起根管车起来干嘛呢 又是一个坑呢 或者像热锅里边 或者像锅炉里边 那很烫了 它要起根棒棒出来 这个棒棒起来干嘛呢 起出来以后 要把它放到现在空乱遗体放的地方 那这样呢 一个飞机的配件放在这个地方呢 人家一旦发现这个遗体 又发现了这个飞机上的精通棒棒的话 他们一人一想起来的话 很快让人家想到飞机上的空乱一块 不然的话你过了120公里了 没有个标志性东西的话 人家也不会往上面去想 或者就埋在那边 人家也想不到那边 人埋在下面 但是在飞机上的一个配件带过去的话 人家说不定 因为那个不会被什么吃掉 也不会被什么咬掉 人家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配件一块 然后就再发现一个异常的 很快就把这个遗体找出来了 原来通过刚才林牌的 这些是一样的 从三个梦是一样的 我最近几天好像更累了 身上没有什么症状的时候 也想不到林牌那个梦 所以常常牌梦的时候 已经到下午了 到下午了才拍 提的不够 好 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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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